他说去年跟小孩子一起看了师父的爱护生命的故事 非常欢喜 全家人从去年11月开始吃素放生 吃食应供到今天 到鱼市场买物命放生 看到所有的鱼虾蟹都好想拯救他们 但经济考量只能尽能力帮助少数的物命 那怎么样放生才有力量 没有关系 你再有钱也没办法买整个市场 但是我们随份随缘随力去做 这样就好 但是对其他没救到的 我们默默的在心里给他念佛持咒 所以各位 你出门最好带你在场念的念珠 或是咒语身上放一些 然后你在市场走路的时候 所有那些鱼虾蟹 包括往生者得到了佛力的加持 如果有办法 你带一瓶又可以加一瓶干露水 走到那里当做自己要喝 滴几滴在地上 这样也可以 或是你拿了一些米或沙念好了咒语 往生咒不动佛心咒 走到那里不思 也简单的说我们去市场就是去超度了 对往生的鱼超度它 所以甚至念 让他们往生的都可以去净土 念佛号 特别鱼虾蟹念 保济如来 往往是波罗摩尼索哈 就一支也好 就两支也好 随力随分 但对其他的我们平等大悲 所以各位 你才是第一线的菩萨 你们在家菩萨去市场很方便 我们出家人去人家看怪怪 这些怪怪的 你给我念什么念 念的我生意不好 不方便 但是你们去 这个天经地义很自然 所以你的眼睛 看着你的嘴巴 你的心 各位要观想 你的心放光了 你念阿弥陀佛 念死 都可以一直给它加持 可以的方便 撒撒干入水 那这个菜市场 这些鱼虾蟹 众生就得度了 得度了 就像一个 一个 各位知道 那个猪体老人的故事 他最后 要被身上肉类卖完 剩下猪脚的时候 刚好经过 有人 看了可怜 念去阿弥陀佛 他就脱离猪的果报 但他执着这个猪体 所以他来投胎 一下来的时候 变成有猪的脚 所以 就是因为这样 他讲出 人家死之前 已经剩下猪脚了 被念过佛号 他都得超度 所以 随起你的功德 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